親子故事時間 哈囉 各位小朋友大家好 我是波文哥哥 又到了大家最喜歡的親子說故事時間啦 今天的故事開始之前呢 波文哥哥要先考考大家喔 你們覺得目前陸地上最大的動物 是哪一個動物呢 欸 我好像聽到答案囉 沒有錯 就是大象 今天要講的故事跟大象有關喔 東東啊 搬上來了一位新的同學 他的名字叫做小象莎莎 那莎莎的體型這麼大 東東啊 小小一個的 他們兩個會有什麼有趣的事情發生呢 今天波文哥哥就要帶大家來一探究竟囉 今天要講的故事是 短耳兔與小象莎莎 叮咚叮咚 上課囉 今天早上的第一堂課 大象老師啊 向班上介紹了一位新的同學 他就是小象莎莎 莎莎很可愛很可愛 一直小迷迷的 可是他因為個子太大太大了 於是大象老師跟大家說 咳咳咳 雖然莎莎的個子比較大 但他的年紀還小 大家要像照顧妹妹一樣照顧他喔 莎莎很喜歡東東 無論東東走到哪裡 莎莎都跟到哪裡呢 於是啊 大家都開玩笑的說 東東 你的後面有一條好大好大的尾巴喔 無論東東叫莎莎做什麼 他都會跟著做喔 東東啊 就覺得 嗯 有的這條大尾巴還真不賴呢 不過啊 老師被一隻大象跟著 其實麻煩也不少喔 小朋友 你們覺得會有什麼樣的麻煩呢 玩躲貓貓的時候 你們能夠把這麼大的大象藏起來嗎 要藏在哪裡啊 藏在樹林裡 還是藏在椅子底下呢 玩悄悄版的時候 只要莎莎一坐下去 東東啊 就咻的飛了好遠好遠喔 可是可是 最讓人受不了的還是 莎莎的超級無敵 大臭屁啦 好臭喔 久了 東東也覺得有點累 也有點煩 有一天呢 大家啊 約了東東到大草原上面騎車 東東啊 很開心的跳上了腳踏車 可是這時候 大尾巴莎莎也跟著跳了上來 哎呀 莎莎 你好重喔 腳踏車啊 承受不住兩個人的重量 發出了刺耳的聲音 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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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時候啊 東東心想 如果我能甩掉這條大尾巴 那不知道該有多好呢 小朋友 你們覺得東東會叫莎莎做什麼呢 突然 有一個想法 飛過了東東的腦中 莎莎 我們來玩躲貓貓好不好 東東啊 叫莎莎下車躲起來 躲得越隱密越好 莎莎聽到了 當然很開心啊 終於有人要陪她玩躲貓貓了呢 於是她 左看右看 左看右看 她發現啊 前方啊 有一顆倒掉的大樹幹 中間啊 還住了一個大洞 莎莎想都沒想 就鑽了進去 哦 可是啊 她沒有注意到她自己 又大 又胖 肚子啊 卡在了洞口 還露出了一個大屁股呢 東東覺得很好笑 可是她為了甩開莎莎 於是她故意的對空氣說 莎莎 你在哪裡啊 我怎麼找不到你 你好厲害哦 莎莎 東東一邊說 一邊悄悄的走掉 這個時候 小狐狸與小豪豬經過 看到了莎莎的模樣 捧著肚子笑個不停啊 莎莎 你真的好傻哦 你應該叫莎莎 不應該叫莎莎吧 莎莎聽了好難過好難過 轉出了洞 卻看不到東東 東東 你在哪裡啊 東東 這個時候啊 東東很開心的 在大草原上面騎車 她騎啊騎 騎啊騎 騎到天色都變暗了 她突然想起 糟糕 我忘記莎莎最害怕天黑了 東東啊 回頭騎著車 就往回衝 可是 莎莎還在原本的位置上嗎 咦 奇怪 為什麼莎莎不見了 東東啊 好緊張 卻找不到莎莎 突然 她發現前方的道路有著兩排大大的腳印 她心想 哇 這麼大的腳印 一定是莎莎吧 她騎著車就衝了進去 天色是越來越暗了 東東騎著車騎得太快 蹦了一下 撞到了一顆灰灰的大石頭 哎呦 好痛喔 這裡怎麼有一顆大石頭啦 呃 我的腳好像也受傷了 此時啊 再也忍不住的東東 放聲大哭 莎莎 你到底在哪裡啊 莎莎 東東 東東啊 抬頭一看 哇 原來是莎莎耶 莎莎剛剛因為太害怕太害怕了 把眼睛閉起來 把身子也縮起來 所以啊 看起來像一顆灰灰的大石頭 莎莎 你好厲害喔 我剛剛都沒找到你呢 莎莎覺得很開心 這是她第一次玩躲貓貓沒有被人抓到喔 最後啊 最後 莎莎用她長長的鼻子抱起了受傷的東東 另外呢 用手抬起了摔壞的腳踏車 慢慢慢慢的走回家 度過了開心的一天喔 沒想到啊 平常麻煩的大尾巴 現在也是最可靠的幫手呢 各位爸爸媽媽還有小朋友 其實啊 在我們的生活中 也會遇到一些跟我們不一樣的 人 事 物喔 就像莎莎和東東 他們的外貌和個性都不太一樣 但還是可以一起上學 一起玩耍 變成啊 互相幫忙的好朋友喔 爸爸媽媽可以透過故事 引導家中的寶貝們 對於自己身邊的朋友多一點的認識 多一點的接納就能擁有更開闊的視角 也能夠讓愛與包容陪伴著他們一起成長喔 今天的故事分享結束了 我們下一次再見 拜拜